第二剂疫苗 8-12周后打都有效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 日前公布统计 约有500万名美国人错过了原本预约的第二剂辉瑞 Pfizer或莫德纳 Moderna 新冠疫苗接种 专家目前则无法确知没打第二剂的具体原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学教授 安娜杜斌 D.Argana Durbin 指出 第二剂疫苗一定要打 如果在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的8周或12周内接种第二剂 还是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暑假即将来临 不少民众开始计划出游 越来越多学生回到校园上课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错过第二剂疫苗的民众如果想要不打 为时不晚 Durbin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说 第二剂疫苗一定要去打 第二剂对于病毒产生抵抗力具有提升效应 Boost Response 如果在第一剂疫苗接种之后的8周或12周才打第二剂 还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为什么高达500万人错过打第二剂疫苗 母为为止专家人无法掌握确切原因 辉瑞疫苗两剂之间隔音是三周 莫德纳疫苗两剂之间隔则是四周 疾管中心指出 两剂疫苗间隔六周失大并无问题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学中心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病毒学及疫苗研究中心主任巴洛克 Dan Barouch 说 有些民众是因为突然发生一些状况 有些人是因为上班无法请假 阿拉巴马疫苗研究中心主任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部名 罕校区医学系教授高弗特 Paul Gopford 则表示 越来越多民众担心疫苗副作用严重 因此可能选择不打第二剂 Durban说 错过第二剂的状况并非指出现在新冠疫苗 而是所有需要多剂施打的疫苗通病 Barrouch指出 就算两剂疫苗接种时间已经超过原本的建议时间 去打第二剂还是可以得到有益的结果 Gopford说 根据既有的医学资料 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 人体免疫系统中的记忆病细胞 Memory B cells 与T细胞 T cells 产生抵抗力的时间可以撑得够久 就算应该接种第二剂的时间已经过错也一样 他指出 这些细胞的主要功能就是发挥长久的抵抗力 因此当他们接收到第二剂疫苗时 又可以马上行动 再度出现抗体反应 Durban说 应该接种第二剂却没打的民众 时间拖得越久 暴露于新冠病毒的风险就随之增加 他说 可能发生的状况是 在第一剂与第二剂师打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 健康生活编辑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